今天来到第三本书的第一讲,关于崇拜的重要性。 我们先来看看我们今天想分享的经文,是在罗马书12章1节。 这里是说到,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结的,是神所喜悦的。 原来神是喜欢我们将身体献上,是让我们全心全人,好像活祭一样是呈献给我们的主。 因为神是圣结的,神也盼望我们能成为圣结,成为神所喜悦的。 盼望我们完成这个课堂的时候,都能够让大家的姊妹去明白崇拜的重要性。 崇拜是透过我们更加在当中的学习,认识我们的神和有关神的国。 崇拜是要培养我们,有一个愿意是伏侍神,与神同工,让教会能够是复兴。 如果我们讲到崇拜的时候,你会想到是回教会是吗? 其实呢,我们回到教会的时候,是一个我们跟神相遇的时间。 亦都能够是跟弟兄姊妹互相交的一个认识的时间。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来到崇拜的时候,是为了是要荣耀我们的上帝。 崇拜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创造的目的。 因为我们人是为了要去敬拜我们的主,我们要去荣耀主基督的名。 崇拜的重要性,当然我们要完成神给我们的大使命。 就是我们要去作主基督的门徒,并且要去传良主基督的话语, 让更多人归向我们的主。 希望我们完成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继续参加教会的崇拜。 亦都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去敬拜我们的神。 亦都能够去经历到敬拜的大能。 希望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去经历到这份敬拜的大能。 好,稳定我们进入第一讲的时候,我们先来看看崇拜的重要性。 1857年那时候,有一个25岁的很年轻的英国的宣教士, 他就来到中国传扬耶稣基督。 他说到耶稣的福音。 当时这个宣教士因为他是英国人, 他面对了很多文化的冲击,面对了当地人的逼迫。 当时这个宣教士他排除了孟南, 继续去船阳主基督的名字。 这个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戴德森。 他在中级局里面做了很多宣教的工作, 亦都将福音带给很多人。 有一天有人问他, 你如何承担这个艰辛和困难的中国宣教? 戴德森就回答他, 其实他在一个音乐未结束之前, 他会先去调教好这个钢琴。 原来这就是他的秘诀。 他的秘诀就是, 就像这部钢琴一样。 在他个人生命里面, 他每天先来调教自己的灵魂。 他每天先来到神的面前, 去调整他与神的关系与主对对称。 弟兄姊妹, 今天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一起来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 我希望你能够去思想。 神是美善的, 神很希望我们尽量思想他的怀疑, 亦都去经历他, 是一个有真有活的上顶。 神很盼望我们每天起来的时候, 都能够去先朝见他的面, 去敬拜我们的神。 说到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起, 回到教会, 主日崇拜。 过去, 有一个数据, 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图表的时候, 都知道一些情况。 这个虽然是一个旧的资料, 但它是能够给我们一个参考的价值。 当时第一个就是说到参加主要崇拜的程度。 你会发觉当时不参加的人, 就有11.7%。 相对来说, 每周每一个星期都参与的, 有65.2%。 原来每个星期参与崇拜的人都有六成多。 第二点, 我们看一个月里面参加最少一次的崇拜, 甚至是不参加主日崇拜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来大多数人, 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和学业很想快点完成, 所以就放下了崇拜。 有些甚至可能因为懒惰, 不想回家, 或者睡晚一点。 而当中也有其他的原因, 例如家庭的问题, 去玩, 或者是教会跟他家的距离比较远, 可能就不方便去教会。 原来有很多不同的人, 他都有不同的原因去不回教会。 甚至乎是已经信了耶稣的基督徒。 这个也好, 让我们去思想一下, 原来我们上教会也有难助。 而过去一个星期里, 去参加所有聚会的比例和种类, 我们在第三个欄可以看到。 原来最多人参加的是主日崇拜。 其次就是主日晚堂的崇拜。 也有很多人参加。 而其他小组聚会, 或者周三的礼拜, 通宵祈祷会, 神筋会, 会有十多个百分比。 而不参加, 其实也占了十七点多个百分比。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面对着疫情的挑战。 很多时候, 我们过去因着疫情的情况, 说去我们都会由实体聚会去到Zoom, 又由网上的崇拜, 又可以恢复实体。 过去当中的时候, 其实都给我们有这些挑战。 但是当我们回到教会的目的和神的同在的时候, 有没有一份你很想回到教会的? 希望你也能够思想一下, 今天你的心思想一下, 你对神的那份爱和信心。 我们再来看。 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 我们先来看《启示录》第十九章一至八章。 这里是讲到《与圣经相遇》。 我们一起去看这个经文。 此后我听见好象群众在天上大声说, 哈利路亚! 救恩、荣耀、权能都属服我们的神。 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 因他判断了那用淫恨败坏世界的大淫妇, 并且向淫妇讨留伏人血的罪, 吸他们伸冤。 又说哈利路亚! 烧淫妇的烟往上霧, 直到永永远远。 再来看第四章。 那二十四位掌路与四活物, 就虎伏敬拜座, 寶座的神说, 阿姆,哈利路亚! 有声音从寶座出来说, 神的众伯人, 凡敬为他的, 无论大小, 都要赞美我们的神。 我听见好象群众的声音, 种水的声音, 大雷的声音说, 哈利路亚! 因为主我们的神, 全能者作王了。 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名要归及他, 因为羔羊分宴的时候到了。 辛苦也自己预备好了, 就蒙恩得穿光明结白的世麻衣, 这世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经文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而在《启示录》第18章2节之后, 这段经文讲到巴比伦的审判。 是在天上, 当时如何献上感恩赞美的场景。 当时在赞美的时候, 天使用了什么词呢? 在《启示录》第1, 第3,第4和第6节之后, 都可以看到。 我们先来看看《启示》第68章2节。 这里提及到他大声喊着雪。 巴比伦大乘倾倒了, 乘了鬼魔的住处, 和各样污尉之灵的殡狱。 并各样污尉可真知穿了的殡狱。 本来说到当时的警方, 甚至是巴比伦谈倒了, 了《魔鬼》的殡狱, 那些可真的,全部都谈到了。 因为神是圣结的,一切污蔑和罪是不能暂立的。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子的时候, 我们都要成为圣结,成为神所喜悦的。 就像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所说到的经文语, 我们都要圣结,我们要向神发出我们感恩和赞美。 而在敬拜里面不少的要素, 我们可以参考诗篇第66篇第4节。 这里讲到全地要敬拜祢,歌颂祢,歌颂祢的名。 原来神的名是我们配得我们一切荣耀众散的。 在敬拜里面,我们要思想和宣告, 要发出赞美的声音, 我们要发出向神这份感恩和赞美。 我们要歌颂祢, 你会发觉我们会唱诗歌颂祢的上帝。 我们会用神的话语, 去赞美神, 也会高举我们的神。 原来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去敬拜我们的主。 从心而发的, 去发出这份赞美和这份喜乐。 我们再来看看, 歌颂祢在第一节中, 我们看到我们敬拜的对象是什么? 我们敬拜的对象是我们的神。 我们敬拜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维一体的真神。 如果弟兄姊妹你熟悉的十教学里面, 我们除了耶和华以我们不可拜别的神, 我们只要祂是奉弃敬拜我们的主。 所以我们回到我们教会, 我们要敬拜我们的神的时候, 我们敬拜的对象就是见到我们的神, 我们要敬拜我们的主。 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点。 神是我们敬拜的对象, 所以神的属性是有包含了什么呢? 而我们可以用以下三种方式去表达的。 第一个, 就是我们要将救恩、名要、权能都归拜我们的神。 我们要居居于我们的神。 我们要知道, 神是那位真实公义的神。 也要知道, 神是那位全知全能的上帝, 是我们的神。 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到第五节, 刚才我们也读过, 第五节说到, 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神的宗伯人, 凡敬畏他的, 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 原来这里说到, 那些敬拜神的敬拜者就是神的宗伯人, 是那些凡敬畏神的人。 我们再来看看刚才读的启示六十九章, 一至八节里的第八节说到, 就蒙恩得穿光明结白的世麻衣, 这世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原来这里说到, 要成为羔羊耶稣基督的辛苦的信徒, 身穿光明的世麻衣的象征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所以我们要成为羔羊基督的辛苦。 哈利路亚, 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都能够成为基督的辛苦。 顶姐妹, 因为神, 我们的新郎耶稣基督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了。 盼望我们能够装饰好我们自己成为基督的辛苦, 我们要成为圣洁。 接着我们来探讨宗伯的重要性。 第一点就是宗伯,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我们要知道, 现今的世界, 很多时候我们会按着一些价值观来看事情, 甚至去行动。 有些事情是觉得有价值的, 可能我们才会去做。 但是圣经不是这样教我们。 圣经是告诉我们, 我们不是按着价值观来行动, 而是我们要敬拜的对象是我们的神。 我们能够放下世人认为的物质主义, 又或者其他事情。 而是能够可以单单去敬拜我们的主义, 放下那些物质或者指示主义, 来单单去寻求我们的神。 我们能够献上我们的感恩, 我们的赞兴。 然后, 就好像耶稣在《马太福音》四章十节那里说到, 他也说到耶稣说, 当拜主你的神, 但要侍奉他。 其实这里就是提到, 我们在做耶稣的门徒的时候, 我们都要敬拜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我们来单单去侍奉敬拜我们的主义。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再来看看。 第一点, 我们刚才说到崇拜, 为何如此重要呢? 我们说到崇拜, 我们要单单去侍奉神。 神是愿意我们透过敬拜, 来到荣耀祂。 能够在当中去享受神的同在, 神的荣耀和神的喜乐。 崇拜是基督徒, 我们绝对是要以神摆向最重要和最优先的一词。 这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选择。 因为在《出阿及记》二十章三到六直说到,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以自己雕刻的偶像, 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 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 因为我以为你的神是忌邪的神, 恨我的。 我必追讨他的罪, 智库及子直到三世代。 爱我守我戒名, 我必向他们发持爱, 直到千代。 直到千代。 我必向他们发持爱, 原来, 你们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出阿及记》的讲道。 除了我, 除了耶和华以爱, 你不可有别的神, 也不可欺负任何偶像来拜他们。 因为你也说是忌邪的神。 原来, 这里说到, 神是会追讨人的罪, 智库及子直到三世代。 但是, 神说, 如果爱我守我戒名, 神会向他发持爱直到千代。 从这个经文里, 你看到神是多么慈爱。 对神是有所谓的神。 他怀疑闻。 他会追讨了三世代。 但是, 如果信心地喜欢神, 他会遵守神的戒名时, 神是会向他后代去发持爱直到千代。 哇, 那是千代的祝福在当中, 神是如此爱世人。 所以我們再來看看人類被創造的目的是什麼? 原來人類活著是有原因的 為何神創造世人? 就是為了敬拜神 敬拜我們的主 我們只是要榮耀我們的主 活出神的那份陽性 活出神的喜樂和平安 這份的救恩 這份神同在 帶給我們的幸福 亦是能夠透過我們的敬拜句裡面 展現出來的 因為透過敬拜句裡面 其實也反映出我們和神的關係 以及我們在神裡面 去領受這份救恩 那份喜樂、那份滿足、那份平安 神創造人的目的是 讓我們去享受祂 去尊明祂 這是神給人一份獨特的權力 在《以塞亞書》第四十三章七節說到 就是凡稱為我名下的人 是我為自己的榮耀創造的 是我所造成的 所創造的 原來神是去祝福那些 稱為祂名下的人 今天你和我都是神所喜悅的意 因為我們都願意去相信 耶穌基督是我們的主 是拯救我們的神 哈利路耶 感謝我們的主 我們再來看第三點 教會最大的使命 如果我們講到教會的使命 我們就會想到有四樣 第一樣就是崇拜 第二樣就是教育 第三樣就是宣教和服侍 而當中四樣的大使命當中 崇拜是最核心的 因為神是我們單單要去侍奉神的 我們擺在神為我們優先的次序 如果弟兄姊妹你記得 聖經中說到 我們要用心靈去誠實去敬拜我們的神 就像《一項福音》第四章二十三節說到 事後將到如今就事了 那真正拜父的就要用心靈和誠實去拜祂 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祂 我們今天每一個來到教會去參與崇拜的時候 我們單單就是專屬在神裡面 我們單單就是用我們的心靈和誠實去敬拜我們的主 因為我們知道這一個就是神所喜悅的 是喜悅我們用我們心裡面的心靈和誠實去敬拜我們的神 我們再來看看 教會成長的重要關鍵 我們說到崇拜是在一個教會裡面非常之重要 因為我們回來教會就是要去敬拜我們的神 我們有充滿盼望、充滿喜樂 因為我們知道耶穌基督必定會再回來 必定會再回來迎取祂的辛苦 教會就是耶穌基督的辛苦 教會能夠透過我們弟兄姊妹在當中的敬拜 能夠吸引到更多的人 能夠來到當中去接受耶穌基督是個人的救主 也都經歷了生命的改變 過去可能在疾病裡面得到被神的醫治 在危難裡面得到神幫助去解決他們的問題 甚至乎在家庭的困難裡面 一些婚姻、兒女之間的關係破裂裡面 都能夠得到恢復 我們聽到非常多的見證 就是弟兄姊妹如何去經歷神 在當中去將榮耀捕給我們的神 今天我們都同樣去經歷神 這份因典臨導 在我們生命裡面 我們要為主作點證的時候 我們都能夠成為一個流通的管子 將神的尾線去祝福 也都神的話語去帶造給我們的輪寫 這都是神所喜悅的 都盼望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成為神所喜悅的兒女 這個非常之重要 因為教會說到教會成長的時候 我們在教會裡面的頂尖 我們要先被建立起來 我們同心合一地去服侍我們的神的時候 我們一起去敬拜的時候 我們一起去接受裝備的時候 我們去傳人主基督的名 我們亦都在當中去服侍 彼此的服侍 也都去服侍我們倫舍 將基督的愛帶給我們的社區的時候 我們就是神的家裡的人 我們就是神的兒女 就是透過我們在神裡面的命 的命中 就是透過我們在神裡的命中 我們的屬靈生命的健康 就能夠彼此去建立起來 所以說到教會成長 我們弟兄姊妹的生命 我們屬靈生命的強壯 都健康都是非常之重要 當一個教會 我們弟兄姊妹是健康的時候 我們是合一的時候 我們家會就被建立起來 我們家會就能夠成長 就能夠吸引更多的人 來到當中 一起去見到我們的神 盼望我們每一個 整個教會都能夠被建立起來 我們整個教會 都是乾強壯膽的 一起去同行和成長 我們都要彼此去同心 彼此去守望 阿殉土的靈魂體 都是透過崇拜 而得到祝福感 感謝我們的神 因為人不能夠給予我們 其他的偶像 其他的假神 都不能夠給予我們 唯有創造天地萬物的神 能夠去給予我們 這份的慈福 給予我們 的每一個 去所愛國的意 這個就是透過我們 去敬拜我們的神的時候 神的祝福 神的慈福就臨到我們 當我們去遵行神的話語的時候 神就會慈福給予我們 就好像剛才我們看的經文一樣 神說愛祂的 守祂戒命的 神就會向我們發慈愛 直到千代一樣 如果是那些犯罪的 神必是追討他們的罪 至福及至直到三世代 神就是金美善 願意欺負我們的上帝 我們再來看看 善拜的關聯性 與神的關係 善拜是和神恢復關係的管道 所以我們要用心靈和誠實 敬拜我們的主 這個非常之重要 亦都是我們要承認神的主權 亦都是我們來到神的面前 我們會苦福去敬拜祂 我們會跪下去敬拜我們的神 我們會很想和神有更美好的關係 這就是我們願意來到教會裡面去敬拜我們的神 甚至乎我們願意從心而發的去讚美 亦都願意擺上我們的時間 我們的金錢 我們的才幹 我們因此去侍奉我們的神 去表達我們對神的那份的感恩和讚美 亦都願意在神面前去認罪悔改 因為當我們與神的關係好的時候 我們去敬拜我們的神的時候 聖靈與我們同在 聖靈去光照我們 將我們一切隱然未見的過範 一切的罪都來向上帝去陳明 我們願意去悔改 這也是神在當中做在我們生命中的動工 我們再來看 不單是我們與神的關係得到恢復 而我們與其他弟兄姊妹的關係都能夠恢復 透過崇拜 我們與大英姊妹之間過去有嚴矩的 或者有一些事情的 一些問題的 透過崇拜的時候 我們的眼目轉著在神的時候 我們都將這些問題 神都能夠一一去化解 這一天能夠恢復我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回到你教會的時候 我們經歷我們的神 我們要與大英姊妹是要彼此相愛 在聖經裡面 我們常常都看到 神說我們要彼此相愛 我們要愛我們的鱗石 與我們自己 這個也是神所給我們的戒命 所以當我們去崇拜 即回到你教會裡面 我們去經歷我們的神的時候 我們恢復這個 與神的關係之外 我們都能夠恢復我們與大英姊妹 和信仰之間的關係 我們感謝我們的神 我們再來看第三點 不單止我們與神的關係恢復 與大英姊妹的關係恢復 我們與不信的人的關係 都能夠恢復過來 感謝我們的神 因為神就是美善的神 希望人們會在神的祝福和和平之中 那些不信的人 他們因為不信的緣故 可能他們會離開了 也不明白神 也不明白真理 但是透過敬拜 透過崇拜裡面 透過神話語 這個福音的吸引力 就能夠將一些不信的人 甚至過去在最約核勢裡面的人 都能夠像核子一樣 眼睛被打開 這份都是神的拯救和恩典 過去可能在困難裡面 但是人們就因著聽到福音 看到神則歧視的時候 他們能夠願意回轉 願意悔改 願意重新歸向神 成為神的意外 這個非常好 因為神說到 愿萬人得救 不願一人沉淪的神 他願意不信的人 都能夠回轉 將來能夠在天國裡面 一起享受神的足足和美性 我們繼續來看 崇拜的益存 崇拜的益存 崇拜給我們每個大英姊妹 都有非常好的益存 第一點就是能夠 我們經歷到神的同在 詩篇第二十二篇第三節 我們可以知道 但祢是聖結的 是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的 原來神是聖結的 所以神也要我們聖結 以至於我們能夠坦然無懼 來到神的寶座面前 去發動心義法 去對神發出這份讚美 以至於我們能夠明白神更多 我們與神之間 能夠毫無的難助 我們再來看第二點 就是經歷神的引導 在詩篇第四十篇第三節 這裡說到 他使我口唱新歌 就是讚美我們神的話 許多人必看見而懼怕 並要倚靠耶和華 原來神喜歡我們唱新歌的 特英姊妹 神很希望我們能夠唱新歌 給我們聽 也喜歡我們從心而發的 去讚美我們神 口唱心和的去讚美 我們神 可能有些人從前肯定 合聚在裡面 但因著他們聽到神的話語 聽到我們對神的經歷 和發出從心而發的 一份讚美的時候 他們能夠學會 這位大而可惠的神 就是萬君之役的話 讓人都能夠經歷到神這份微信 我們再來看第三點 就是神救恩的臨度 今天我和你都是蒙恩的罪行 因爲耶穌基督 十字架上 為我們的罪行 都能夠快一一去祀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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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詩篇》第三十二篇 第七節說到 《詩詩篇祀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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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祀 我們能夠脫離一切的罪捆綁,進入神的光明角度, 我們能夠發出從心而發的讚美。 這份救恩就像樂哥一樣,能夠環繞保護我們。 這就是我們的神。 第四點,就是神能力的林光臨。 《刊徒行傳》第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六節,我們可以看到。 《若再半夜,保羅和西拉吐告,唱詩讚美神》, 眾囚犯也則以而停,忽然地帶震動,甚至監牢的地基都搖動。 家門立刻傳開,眾囚犯的鎖鏈也都鬆開了。 各位姐妹,原來我們發出詩歌,我們的討告, 我們的討告,我們的讚美,我們的神的時候是有能力的。 因為聖經裡面也曾經說過, 生死在舌頭的權下,喜愛他的必踢他所結的果子。 原來我們話語是有能力的。 當我們發出我們的討告,我們的讚美, 我們敬佩我們的神的時候, 我們也是帶著那份的能力,就是神給我們的能力, 不是靠著我們自己,而是神給我們的能力。 兄姐妹,這個監獄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囚犯, 他們曾經因為犯罪,因為犯罪而去監獄裡面。 但是他們今天,當我們看到保羅和祖父, 他們的討告,他們所唱的詩歌,發出對神的讚美的時候, 他們的生命就翻轉一樣。 連這些監獄都要打開, 連這些監獄都要打開, 讓自己的囚犯的鎖鏈都鬆開。 這份的神職,這份的能力是從神而來的。 就是因著保羅和祖父在監獄這個絕境裡面, 但他們仍然依靠我們的上帝, 仍然是從心而發去發出這個討告和讚美。 兄姐妹,鼓勵你, 無論你今天,你在什麼境況裡面, 你是順境、逆境, 什麼境況都好, 我們仍然要從心而發去發出這份讚美, 用你的嘴去發出這份討告, 用你的嘴去唱出詩歌去讚美, 清重我們的神。 我聽說現在有能力的姐妹。 第五點, 對神的敏銳。 我們再來看, 經文是薩姆爾的上三章一到十節。 我們一起讀一。 同志薩姆爾在以利面前示奉耶和華華。 當那色日子, 耶和華既言語稀少, 不常有物善, 一日以利誰惡在自己的地方, 他眼目芬花, 看不分明。 神的當在神耶和華殿內約貴那裡, 說沒有識滅, 薩姆爾已經睡了。 耶和華呼喚薩姆爾, 薩姆爾說, 我在這裡。 就跑到以利那裡說, 你呼喚我, 我在這裡。 以利回答說, 我沒有呼喚你, 你去睡吧, 他就去睡了。 耶和華又呼喚薩姆爾, 薩姆爾起來, 到以利那裡說, 你呼喚我, 我在這裡。 以利回答說, 我的兒, 我沒有呼喚你, 你去睡吧。 那時薩姆爾還未認識耶和華, 也未得耶和華的密善。 耶和華第三次呼喚薩姆爾, 薩姆爾起來, 到以利那裡說, 你又呼喚我, 我在這裡。 以利才明白, 是耶和華呼喚童子。 因此以利對薩姆爾說, 你應去睡吧, 若再呼喚你, 你就說, 耶和華請說, 薩姆爾, 薩姆爾走去, 應睡在圈處。 耶和華又來站著, 像前三次呼喚說, 薩姆爾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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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姆爾回答說, 請說, 薩姆爾敬聽。 耶和華對薩姆爾說, 我在以聲列中必行一件事, 叫聽見的人都必已明白。 Amen! 感謝我們的主。 原來我們要敏約神的聲音, 要敏約於神的帶領。 就像同子薩姆爾一樣, 他日日如何經歷神去叫他。 薩姆爾的回應就是, 主呀! 我在這裡呀! 我在這裡。 今天我們都能夠每一個, 當我們去敬拜我們的神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更加親近神, 我們就更加能夠敏約於神的話語。 我們能夠去識別到神給我們的話語。 感謝我們的主。 我們原來透過去敬拜我們的神, 能夠去對神更加敏約。 最後一點, 第六點。 原來我們敬拜我們的神, 我們要常常用唱詩討告的心去敬拜我們的神, 用心靈和聖誓去敬拜我們的主。 我們就能夠產生對人生的洞察力。 我們一起看詩篇第七十三篇十六到十七節。 這裡說到, 我思索怎能明白這事, 眼看實是為難, 等我盡了神的聖所, 思想他們的結局。 人生呢, 我們會有不同的時候。 就好像樹一樣, 它會經歷不同的季節。 有時是冬天, 有時是夏天, 有時是秋天, 有時是冬天, 有時是冬天, 有時是不同的景況。 有時是開花的時候, 有時是收割, 結果是收割的時候。 人生會經歷不同的時候。 但當我們去, 尚尚是連在神裡面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按照神的時間去結果子。 我們能夠去明白神在我們生命裡的心意, 也知道我們應該怎樣去完成神給我們, 交託給我們的使命, 知道怎樣去行。 甚至我們都盼望我們能夠去經歷我們的神。 我們剛才說到, 尊敗的益存。 第一點, 我們就能夠去, 我們一起重溫, 尊敗的益存。 我們就能夠去經歷神的同在。 我們能夠去經歷神的引動。 我們能夠去經歷神救恩的能動。 我們能夠去知道神能力的降臨。 也都能夠去敏虐於神的帶領。 也都能夠產生對我們人生的洞察力。 希望這六點都能夠成為我們每一個的力量和幫助。 當我們說到崇拜的第一課課堂, 第一課課堂就來到這裡了。 不知道你們今天這一課對你們有什麼得著呢? 你們可以在網上重溫這一課。 明天就是禮拜日, 又是我們一起回教會, 敬拜我們的神的時候。 盼望明天你回到教會的時候, 你又重新一個眼光, 就是要跟神對齊。 去經歷神怎樣跟你相遇。 也都能夠經歷到神在你生命中動功。 也都能夠經歷到神的尾線。 求主繼續建造我們每一個的生命, 繼續去榮耀主基督的名, 作主基督的門堂。 我們一起祷告吧! 親愛天父,我們感謝讚美你。 神,我們多謝你。 透過今天是崇拜的第一課課裡面, 我們去學會。 神,原來我們從來沒有想過, 我們回到崇拜的時候, 我們能夠跟神你去福復關係, 跟我們弟兄姊妹福復關係。 甚至乎那些不信的人, 我們都能夠因著我們生命的改變, 我們的不同, 我們能夠透過我們的生命, 能夠活出基督的養息, 能夠去寧人而歸主。 神,我盼望你的話語就是能夠 去無助我們每一個生命, 成為主基督的真門徒, 能夠去完成神你給我們的使命。 盼望我們每一個, 當我們去民慮於神你的帶領的時候, 我們聽到神你的聲音, 聽到神你的話語的時候, 我們去回應主你。 主,我們載者女。 我們載者女。 願主你來幫助我們, 扶持我們,帶領我們。 主,我們多謝你。 多謝主你的同在, 你的看顧和保護。 求主你的喜樂平安, 純純與我們個人同在。 以上討告奉耶穌基督德聖命自祈求。 阿門。 感謝我們的主。 如果你對今天課堂有任何問題, 你歡迎和我聯絡。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